沒有聊世紀 每日多更新 大家好 是Leno 今天要來看保加利亞人對上賽特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 超級隨機 好 那很久沒有來看到超級隨機的地圖了 這張地圖是比較特別的 因為超級隨機是沒有辦法去預測到底有什麼的 那連建築也是 但看起來這場建築是很正常的 先來看一下地圖好了 中間的話這個是一個潛攤 但是沒有任何的魚 應該是可以蓋碼頭吧 不太確定 記得應該是可以蓋碼頭 那如果蓋碼頭的話 可以蓋這個自爆船 就會蠻好用的 可以來空圖用的 那兩邊都有一條 那這樣地圖比較亞於這個 阿拉伯的地圖 應該不是亞於吧 中午有點深 跟阿拉伯不太同的地方 是它黃金非常多 到處都有黃金 所以很適合打這個油木 到處搬家挖礦 不太適合在一個地方死守 所以就比較 有點更考驗玩家對於地圖的了解性 那這邊一開始的鹿肉 也是非常多的 五個 五隻鹿 然後一樣很標準的兩個牛 牛嗎 還是豬 欸還是他只有一隻阿 應該是兩個吧 看看喔 欸好像只有一隻喔 哇喔 只有一隻犀牛的狀況 難怪他會給到五隻鹿 讓大家升級比較正常一點 好 那看起來確定是這樣子 但是這邊水牛給的肉是比較多的 平常羊是只有100肉 水牛是150 所以有點是被這個水牛取代了吧 這個肉量 這差點被TC射死阿 如果是被TC射死 就直接少了400肉阿 有點虧阿 那犀牛跟大象都是400肉 欸犀牛好像400肉 然後大象450肉 然後野就是350肉 好吧 那這個細節部分可能就不太一樣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看 兩邊的一個打法吧 先稍微加速一下 先加保加利亞人 保加利亞人的話 最大特色是可以打強軍士 他兵工廠跟工程機製造所的科技升級 食物的肉量都是消耗半價的 所以很適合打這個一工坊 一個馬鎧跟這個鍛造技術 但封建時代先升級的話有巨大的優勢 再如果再加上品種的話 封建時代的這個肉 是相當強勢的一個存在的 保加利亞人還可以打這個銀類戰術 搭配這個保加利亞騎兵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後期的話也可以打這個馬弓 馬弓路線也是蠻適合他的 畢竟有這個大衝車 比較偏向於還是適合打 洛馬騎士路線 還有保加利亞騎兵 因為他有馬凳技術 馬凳技術也可以增加 騎兵的攻擊力33%攻速 所以整體來說 打法還算是比較多便一點 並不會太單調 後期還有血液雙手兵可以打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賽爾特人 賽爾特人的話是木頭 滑掘速度最快的文明 所以賽爾特人的經濟來說是比較好的 甚至有可能是僅次於這個維京人的存在 因為維京人的經濟是群友系裡面最好 接下來賽爾好應該就是賽爾特人 我個人認為 因為木頭基本上採的越多的文明 他的基礎經濟量就不會比別人太差太多 因為這個農田自然就可以撒多一點 農田一多你TC也需要木頭嘛對不對 房子也是需要木頭的 所以只要木頭多的文明 基本上經濟都不會差到哪裡去 像這個緬甸也是 那我個人認為賽爾特人在很多的時候 都是蠻強勢的 不管是團戰單挑都有一定的實力 這個勝率也可以明顯表示出 賽爾特人確實也改動了蠻強的 記得他這次勝率也來到57%吧 印象中還蠻高的 雖然之前也是不低了 好這邊來看到兩棒棒直接開尻 攻兵出 後面槍兵追上來 那槍兵跟明兵差攻擊差一攻而已 所以如果槍兵數量夠多 還是可以硬督的 好那這邊要小心對方刺猴 這邊硬打嗎 刺猴直接上去補一下 把那些村民稍微防守一下 後面這邊槍兵再繼續過來 好變成裝甲步兵 直接開砍這邊村民趕快跑了 OK這邊先處理掉這個落單的裝甲步兵 OK非常好 趕快救一下弓兵 看弓兵一直被追著打 這邊操作哇很秀 看不懂看不懂 想要先收掉殘血的裝甲步兵嗎 但刺猴血量越來越少 弓兵沒有空到 哇這個沒有先射一下 往不停直接衝我過來 直接吃到箭矢傷害 哇血量非常殘 直接射死了 哇 保佳麗啊這邊反擊的非常漂亮 欸我發現是MBL欸 呵呵呵呵 欸等一下 喔不好意思喔我這邊更正一下 這些觀戰又出了點問題 我想說奇怪這名字怎麼怪怪的 好 MBL 好 這個CA模擬器最大的缺點就是有些Bug沒有修好 這個名字很容易搞混 MBL這邊是選擇打工兵開喔 對保佳麗亞人來說還算不錯 因為他的工兵也是很省食物的 這個爵士好建議是要100肉50黃金喔 那他這邊點這個的話只需要50肉 一隻村民的價格 然後加上50黃金就可以點一級射了 超級省 所以這邊投資多一點的科技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的 好這邊果然點下一級射的 那很有可能保佳麗亞這邊會再補一個瑪麗 然後去打刺頭出來 也要看一下這邊應該要先去看對方家的狀況 如果對方家已經圍死的話 刺頭就不出喔 直接出這個工兵配毛兵 前壓然後配一些槍兵就好了 好這邊先看一下 好轉來步兵過來這邊繼續秀操作 走A再走A繼續走A OK是20走A走A就非常漂亮 MBL真的是蠻像是黑亞人種選手手術型玩家 操作都非常的好 最近有留言說 什麼MBL是高手 但是他怎麼在你影片沒有贏過 其實有贏過啦 大概死字影片 大概贏個兩場之類的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特別怪怪的 MBL之謎 好這邊工兵掃到礦區了 但應該還行啦 這裡稍微觸一下毛兵就可以擋住了 即使沒有下馬就 但繼續出工兵有點危險 好先收掉對方的 哎唷射掉刺頭 細節細節 完蛋要死了嗎 再來一下 哇一直變意思 投不到 尷尬還是倒了 對不對不能再按工兵了毛病趕快按 有嗎有不按嗎有 OK 保加利亞這邊確實騷擾到了 這邊可以不用再出兵了 這邊其實不用出刺吼了 他應該也是要看到對方的地圖其實蠻好的 不出刺吼比較好 好這一波進來確實也讓賽爾特人 究竟這邊稍微小小的受傷了 因為受傷原因是因為他出了毛病防守 只要一出毛病防守 他就沒辦法很順利直接點城堡時代 反正是保加利亞這邊 有一定的機率是比賽爾特人還要更快一點點 好那沒意外的話這邊補一個4級 OK 因為這邊要靠買賣了 稍微加速一下 農田繼續灑 欸 保加利亞這邊還沒有點嗎 可以點一下 果然是保加利亞打強軍事 打出一點優勢出來 賽爾特人卻比對方還要晚上 因為剛剛有點偷經濟 好 補一個馬舟 賽爾特這邊可以考慮打一個騎士前鴨 配奴兵 不錯 攻兵繼續按雙射箭場 這個看到聖物在右邊了 這邊直接一個輕騎兵前鴨 但是撞到對方攻兵 唉唷 這時候保加利亞已經意識到 他打攻兵啊 直接趕快下個陰雷防守 直接開叉 那對方打優勢的情況下 保加利亞可以有兩種選擇 也一種是直接爆這個保加利亞騎兵 然後或者是直接轉出戰毛兵 是比較適合 當然也可以打青頭啦 但青頭來說 可龍被對方秀掉 那比較偏向於防守類型 但是如果他有主動權的話 還是比較適合打這個保加利亞騎兵 可以上戰毛兵的選擇會比較好 這邊一類防守 這邊會出保加利亞騎兵嗎 還是要來直接打戰毛兵呢 還是直接開農 這邊直接拉一條 非常遠 TC可以蓋這個地方的樣子 這裡應該是沒斜坡的 蓋個TC在這裡也是個不錯的位置 這邊薩爾特人直接3TC開農 奴兵繼續給壓力 但是沒有繼續出喔 這細節細節 各位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示範 當你攻兵壓到對方家裡 然後放到對方沒有出太多兵的時候 記得要趕快停兵喔 你知道看到只有少量清奇兵而已 趕快停兵然後轉出自己的經濟 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 二級木野點像 經濟直接起飛 塞爾特經濟全開 這邊趕快撒農田 然後補下輪軸技術 好 NBL 沒有打算要出這個 保加利亞騎兵跟戰毛 看來是要出青頭了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很容易被這方秀操作的一個打法 那就來看一下能不能打出一些東西來吧 好 青頭開身 保加利亞這邊可以考慮這邊開個TC喔 這邊開TC還可以吃到石頭 省一個採礦影帝 這邊直接遠距離開TC 這個TC開的有點風險喔 這裡也是啊 哇 已經3TC找不開啦 砸到一發不錯 殘血 收掉兩隻 這些工兵血量有夠慘 稍微秀一下 這邊中間發現這裡有開TC 你看這邊遠距離開TC很危險 這個兵要防守也不太好防 然後TC很容易被亂 很難正常的採集資源 那如果只靠青頭的話還是有點危險 看要不要搭配一些保加利亞騎兵 或是戰毛來打 但如果持出戰毛的話 對方其實是又可以康特 所以我還是覺得保加利亞騎兵 趕快出來打會比較好 但是他TC開這麼多情況下 不太好開出來 哇靠這個一閘是怎樣 完全沒空 我們稍微巴苦一下 來看一下這個美妙的畫面 好石頭回去 繃一下 老光 療癒 極度紓壓 這邊又看到 哇這邊看到怎麼又有TC 到處都有TC 趕快拆除大隊 塞爾特工程器趕快出來 因為我覺得保加利亞騎兵這邊 保加利亞這邊打工程器會弱勢雲 主要是因為對方是塞爾特人 塞爾特人有這邊跟工程器加速的關係 所以其實他打起來會很弱勢 我們之前影片就有看到 塞爾特人跟對方打工程器的時候 很容易被打烈士出來 塞爾特人優勢實在太高了 這邊找一下 能夠 找到嗎 沒辦法直接被工兵射死 投車應該也要爆開了 唉唷有找到 哇很賺 這裡補一個4級 沒有奇兵的資源 現在地圖直接被Jordan控好 控滿 這個TC應該是在擠難逃 這邊可以考慮插個銀壘 雙銀壘 護法 但這邊有工兵的關係 銀壘不太好蓋 這裡直接補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投射過來 先砸村民 是我就看到先砸一發 對 舒服 砸死一村 砸一村 可以 那城堡蓋的位置有點微妙 差中間的位置 城堡蓋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蓋城堡 有 能接射 因為離對方家裡蠻近了 可以給對方一定的壓力 好 合幾色點像 哇這個TC沒有在射生侶啊 這個生侶有機會跑掉嗎 看一下會不會突然走到一彎突然拔鬥 好 戰毛兵繼續追 保加利亞奇兵終於出來 好 死了 好 投車護閘 修一下修一下 這兩邊打得很濃欸 先稍微加速兩倍速 直接護閘 投車直接被城堡射爆 好 尷尬 投車直接砸光 結果薩爾特人民投車反而被打輸 那兩邊東西點向帝王時代 兩邊投車大戰 但這邊投車又送掉了 這個城堡一直給一直爽 好 這邊轉出了少量的保加利亞奇兵 但直接被招走 好 那目前村民術兩邊其實差不多了 OK 點下帝王時代 目前村民術是109村對上110村 差距兩村左右 哇 這兩邊打這麼濃的嗎 好 到帝王時代應該就好 細可以看了 後面農田 這邊是偵查用的 看一下後面裡面經濟如何 哇 那應該看到 對方經濟超好 這些補下了靈甲 唉唷 轉這個嗎 協議步兵 有料喔 趕快剩下常見兵 跟裝甲步兵升級 喔 已經升好了 哇 他哪時候升啊 雙手劍兵早就已經直升上去了 等一下 保加利亞是不是可以直升啊 好像是直接給對不對 不好意思喔 這個我有點 播報錯誤了 我記得是免費給了 對對對 難怪他不用升了 好 協議雙手步兵 點下 看這個非常舒服喔 直接升好 但很可惜喔 沒有劍兵有事 好 雙手劍兵加上協議 直接進防變成1加6 超坦 好 再加上3防 好像是1加7吧 欸 1加... 9防嗎 1加9 好 這邊距離頭11 沒意外的話可以順利拆掉 好 這個提示應該也是爆了 還沒有關係喔 這張地圖黃金礦多 到處挖 一直挖一直爽 但是賽爾特人右邊的經濟區也慢慢空下來 這邊空圖就顯得比較重要一點 讓對方 只要經濟地圖控的好 就可以讓對方在一個特定地點 一直跟你對戰 就不用去防守這麼大的範圍 好 賽爾特這邊繼續做偵察 好 加利亞這邊轉出協議雙手劍兵 好 賽爾特人效果會非常好 但是賽爾特人這邊步兵跑速度比較快的 他可以自己利用自己跑速優勢 去躲 去避戰 然後又有優勢在反打 好坦好坦 這麼多人圍毆 扣起來還是扣很慢 好 那保夾列亞這邊看到對方確實打破兵 這邊直接聚集一些雙手劍兵要來拆除城堡 好 兩邊踩的位置不太一樣 這裡再補一些房子 有點卡人口 有些城堡一掉 通常有龍就會卡人口 好 這個城堡有點危險 這邊剪一下精銳鬆蘭武士 好 劍兵直接過來硬拆 欸 還沒拆完欸 大哥 你怎麼已經在組裝了 OK 突然取消掉 直接拆掉 劍兵直接開扁村民 逃不掉了 這裡超級大量的松蘭武士直接衝過來 哇 這村民直接被扁爆 這一弓是多少 18弓 痛得要命 松蘭武士精銳就是這麼的痛 跑得快又痛 基本上可以把他當騎士來看 而且還不怕長槍兵 松蘭武士好用的地方就在這裡 而且血量很多 85滴血 哇 你看這村民直接爆炸 村民直接降到剩下120吋以下 OK 血液劍兵直接直上 12加4 1加8 OK 坦度十足 對方攻擊18攻 打一下只有9滴血 9滴還是蠻多的 好 當然打松蘭武士好像不錯 這邊交戰 看起來血液劍兵還是比較有料一點 但是松蘭武士已經把這邊全部的村民塗掉了 太可憐了 地上都是村民的屍體 好 那保加利亞會怎麼繼續打呢 這邊打保加利亞騎兵會有個弱點 對方有這個跑速超快的擊兵 這邊打血液雙手劍兵確實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是會顯得比較有點危險 因為你的兵種太單一了 如果對方轉什麼工程器 奴炮之類的 可能很容易被串燒掉 我才剛講完就按下去啊 哪裡再按了 OK 還要轉奴炮囉 所以為什麼 這個四義帝國 單位單一 兵種單一很危險 現在兩邊都是打單一兵種 而且保加利亞這邊 打其他單一東西也不太好打 能打的話就只有打這個工程器 或是打這個馬弓路線 會比較適合保加利亞人 不然就是要打這個雙手劍兵 就有這些選擇 但現在要轉馬弓的話需要大量支援 而且船型時間偏晚 可能會有點稿不太住 這邊這個農艇可能要滴掉 趕快防守 直接裝城堡 好 這邊決定不打 撤退 劍兵直接跟了過來 這邊薩爾特直接利用自己的機動優勢 直接把兩台巨頭給拆了 拆了就跑 頭也不回 好 這裡補下重型奴炮升級 哇 已經升好了 待會我們就來看這個串燒效果有多好 完蛋完蛋 再醉了再醉了 尷尬 尷尬 家裡沒有任何的步兵防守 下方這裡有個小打鬥 來看一下 這個打鬥看起來 鬆蘭武士還有一定的傷害力 沒想到誰步兵有點打不太贏嗎 還是打贏了 OK 彈弩炮直接被拆光尷尬 數量堆得也不起來 奴炮數量有點少 好 正面這邊又有個大交戰 哇靠 鬆蘭武士直接被砍爆 我們稍微巴苦一下 看一下這邊怎麼打的 好 這邊是有少量的開戰之後 後面有更多的松油精補了過來 血量比較慘的鬆蘭武士 對上滿血的血液步兵 直一字排開 直接反擊直接敲爛的這些鬆蘭武士 好 這邊看起來沒什麼太大問題 更多的鬆蘭武士過來回救 這一血液步兵直接在裡面開敲村民 好 點下的化學 增加一下義工 好 要來轉一些騎兵喔 這邊要轉肉馬嗎 轉肉馬不錯喔 還有這個馬登技術 那這邊MBL要趕快補下農田 農田至少要補到七八十片田 打這個肉馬開 然後或是轉這個保加利亞騎兵喔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松蘭武士還是有這個激動的優勢喔 到處亂竄 非常難受 打村民也很痛 好 這邊想要手撕城堡 但這邊建築學還不錯 直接把這個城門 圍在這個城堡面前 後方松蘭武士不太敢硬打 這邊城堡繼續輸出 繼續投資金補了過來 松蘭武士到處集結 50隻 哇 數量有點多 後面有中型奴炮過來 串燒效果來看一下 喔 這邊血量掉得非常快速 正面奴炮打得非常好 但是松蘭武士沒辦法保護住奴炮的感覺 奴炮還是被拆掉了幾台 但正面的松蘭武士直接解決掉了 正面的雙手劍兵 哇 這邊是松蘭武士的大獲全勝 後面有工程器 效果就是不一樣 哇 這個贏了也蓋不起來 尷尬了 MBL顯得有點微妙 現在出什麼病都很難受 這裡MBL 繼續出雙手劍兵 沒有打算轉兵 好 努化王已經完全升級好了 化學 欸 工程師還沒有點 8加1射程 喔 串燒 痛痛痛痛痛痛 好 上方這邊也是有一個小小的打鬥 現在上方這邊也被松蘭文 塞爾特這邊控下來 就有點尷尬了 因為MBL上方沒打贏 右邊的礦區也沒拿下來的話 待會就會斷金了 這張地圖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一定要到處挖礦 上方也沒拿下來 就真的是頭疼了 工程師點下 OK 盧炮的射程也研發完成 7加1 點下的堡壘 塞爾特狂樂 那這邊堡壘感覺就不錯了 因為現在堡壘點下 可以增加劍塔 跟城堡的攻擊速度之外 還可以讓這個附近的 在城堡附近的步兵可以回血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回血效果如何吧 沒有回到 尷尬 距離不夠遠 血量沒有上升 這邊是為了要守護工程器 所以不能拉太後面 還在點一些大學的科技 水側模仿圍牆 這裡再補一個城堡 把這個城堡血量拿到6000多百多滴血 血液步兵點下 點下了保加利亞騎兵 最後還是要打一個騎兵線 沒想到血液步兵收藍武士居然打得贏 有點讓我意外 我以為血液步兵 基本上步兵都打得贏 對上收藍武士是有點難受的 因為收藍武士基本傷害太高了 18攻 好 串燒 這個串燒非常舒服 療癒畫面 這個保加利亞騎兵吸到一點傷害 正面又直接倒了一坨 屍體 好 保加利亞騎兵數量慢慢堆疊起來 工坊已經升好了 現在就是差數量而已 好 上方這邊少量的 雖然我是分推 直接被保加利亞騎兵打了回去 看保加利亞騎兵缺點就是 招架比較貴一點 收藍武士優勢就是便宜很多 你看這邊資源已經囤到非常多了 再繼續打下去 感覺對MBL越來越不利 還是要趕快把這個金晃拿回來 這邊直接在城堡下開打 送光 好 這邊直接又開打起來 後面奴炮輸出還是非常的高 這裡要趕快想辦法把這團奴炮解決掉 右邊車寶快蓋好 好 這邊想做個包夾策略嗎 好 看起來是有機會 後面還有很多的雙手劍兵 但是還是第一時間被串燒掉 這邊大戰一觸即發 看起來這一次的包夾非常的成功 MBL上下左右包夾 直接包攬對手的奴炮陣 好 這些鬆蘭武士 哇 這個是完美的殲滅戰啊 好 這邊要直接手撕城堡嗎 好 沒有工程器喔 工程器沒有帶上 家裡有一台巨頭沒有帶 尷尬了尷尬了 MBL 直接硬拆 但是這邊急兵 雖然武士再次集結 Jordan這邊直接被反打回去 左邊開始在拆城堡 右邊這邊可能會守不下來 因為有一些左邊兵在這邊防守 但Jordan MBL這邊左邊可能有點麻煩 雖然右邊可以拿回來 好 保加利亞奇兵最強大地方來了 下馬的保加利亞奇兵直接敲爛這些奇兵 好 但是奴炮串燒效果還是很棒 好 這個城堡應該是爆了 但左邊雖然武士直接想要突進 但這裡還有木牆 但木牆感覺守不了多久 好 MBL直接被打個雙線 但是他防守也是算OK 好 這邊還是有少量兵過來防下 但這邊已經要被陸清進來了 這邊雙藍武士跑進來的話 自己龍鐵會直接爆開喔 哇 這邊大雙村民來不及跑了嗎 哇 這裡還可以跑 但是溜進來就尷尬了 哎呀哎呀呀呀 村民直接拿拳頭開邊 人肉擋人 哎呀 左邊爆開啦 Jordan Jordan這邊打得非常好 正面的雙藍武士再兔擋了下來 好 這邊對決 想要再多換點單位 但怎麼換來說 還是對薩爾特人很有優勢啊 雙藍武士還是很便宜 好 盧炮這邊 可能就要被拆掉了一些 但是MBL這裡尷尬了 這裡農田直接被騷擾 待會保加利亞奇兵 跟雙手劍兵的數量就會開始下降 雙藍已經殺到對方的家裡了 當然雙藍武士機的速度其實蠻快的 但有點在下水餃 這邊機器店也沒有射好 好 現在兩邊互相傷害 MBL村民已經下降至剩87村 還可以再多一點吧 87村 能苟住嗎 8786 哇 村民還是被下降了一些 薩爾特人這邊還是非常有優勢 雖然感覺正面上打贏了 但這球兵也沒辦法浪太久 應該很快就被解掉了 OK JORDAN這邊雙線打得漂亮 這邊可以考慮再回來打正面戰場 雖然這邊城堡被拆掉了 待會再補一下就行了 好 那 JORDAN 最好的一個戰場 這邊已經全部拿下自己的資源 基本上三分之二地圖都被他拿下 MBL這邊一定要把這邊強行躲下來 或是中間 才有可能繼續打下去 不然他這邊資源已經準備要歸零了 要來吃個歸零膏了 好 劍兵走了過來 好 開扁 送手劍兵輸出非常快速 OK 全部吃光沒有問題 哇 送藍武士再次揭滅了這些雙手劍兵 MBL 15也快不夠了 只剩30變田 正面巨型頭司機 開拆 最後的礦區 沒了 大家出了GG 哇 兩邊出了200多隻的步兵 雙手劍兵274隻 雙然我是277 哇 數量超級多 看到經濟喔 經濟是由賽爾特人這邊完全勝利 寶加利亞人這邊經濟果然是差了一點 那主要還是有私生物的關係 所以黃金硬生深度了4千 但其他資源一樣還是賽爾特人贏 沒有想到MBL這邊寶加利亞居然是打輸的 我一直覺得寶加利亞後期應該是不會亞於賽爾特人才退的 但沒想到賽爾特人的收藍武士這麼有殺傷力 那我覺得可能到了這個中期 寶加利亞騎兵應該不能轉 我覺得轉這個馬弓可能會不會好一點 畢竟跟對方硬換 換到後面自己控除又控除的情況下 很容易打輸 如果出攻兵的話 是不是還有點機會呢 這個也不太確定 這是我自己的個人猜想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收藏 最喜歡的部分 Museum Sched uns 我們下次再見 он reme